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阿弥陀佛 错了 应该是南无阿弥陀佛 为什么呀 泛语音译咯 就像欧巴是韩语音译来的 古时的南无读作南无与泛语发音最接近 于是就选定了这两个字 第一值沿用至今 千万不要妄文生意 说南边没有阿弥陀佛哟 南无阿弥陀佛到底什么意思呢 先从字面意思看 南无是归命 阿弥陀是无量光明 无量寿命 佛是觉悟者 合起来就是归命无量光明 及无量寿命的觉悟者 至于其中的深意 我们来看看从古至今 对这六个字最权威的解释吧 唐朝的善导大师说 严南无者既是归命 亦是发愿回向之意 言阿弥陀佛者及时其行 以思义故必得往生 说来话长 我就长话短说 类似的句式很多 比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南无就是归命 养康 愿意将生命真诚彻底的托付 归顺 南无的左边是我 右边是佛菩萨名号 也就是我 归命 某位佛菩萨 因为我太渺小 太无力 因为我相信佛菩萨会爱我 帮我 顾我 救我 所以归命 所以拿磨 拿磨谁 这是方向选择的问题 现在人们常说 选择大于努力 可见方向的重要性 上一期我们说过 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 光中其孙 发了四十八大愿救度众生 所以归命 养康阿弥陀佛 是绝对靠谱的 当然选择它咯 言阿弥陀佛者及时其行 就是在我们愿意归命 仰靠阿弥陀佛的当下 它的全部修行功德 就是我们的啦 好比我们坐上车的那一刻 车向前走 我们就向前走 车的速度 就是我们的速度 所以 拿磨阿弥陀佛 归命 阿弥陀佛 我们看上去 像是没有修行 其实修得很厉害呢 这就是高庙的 无修而修 步行而行 所以 拿磨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 含义极甚 每个称念名号的人 都在念佛的当下 得到阿弥陀佛光明的保护 并最终往生到 他的净土 还记得吗 阿弥陀佛为每个众生 建造了 无与伦比的极乐世界 他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在他的极乐世界 只有快乐 没有痛苦 还能快速成佛 所以 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乘着佛力 去极乐世界 简单说 阿弥陀佛 让我们念 拿磨阿弥陀佛 说的是 来吧 来吧 释迦摩尼佛 教我们念 拿磨阿弥陀佛 说的是 去呀 去呀 我们念 拿磨阿弥陀佛 说的是 来了 来了 有音音的呼唤 有樽樽的教诲 有响亮的应答 就像天黑了 我妈喊我回家 想起来心里 就暖暖的 听释迦摩尼佛的话 念阿弥陀佛的名字 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去阿弥陀佛的世界 我愿意 拿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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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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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